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面临的历史性挑战 作为第三位以现任副总统身份参选总统的候选人 哈里斯的竞选之路可谓波涛汹涌 根据NBC新闻的最新民调 拜登政府的低支持率给他的竞选增添了不少困难 显示出选民对现任政策的不满 使他的任务变得异常艰巨 哈里斯的情况相比过去成功的副总统候选人截然不同 面对着不受欢迎的政府 他的策略如何调整成为焦点 特别是米歇尔、奥巴马的缺席 使他的竞选之路更加孤独 随着选举日的临近 哈里斯究竟能否找到合适的时机与方式来划清与现任政府的界限 将直接影响他的选举结果 在这场竞争中 哈里斯不仅要应对来自共和党的挑战 还要克服党内的压力 这使得他的每一步都充满不确定性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 卡玛拉、哈里斯作为现任副总统面临着一场历史性的挑战 他成为了第三位以现任副总统身份参加总统选举的候选人 他的竞选之路并不平坦 根据NBC新闻提供的最新民调显示 哈里斯所依托的拜登政府正承受着较低的支持率 这无意味他的选战增添了不少困难 目前拜登作为总统的满意度紧为43% 在与唐纳德、特朗普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 这促使民主党领导层考虑由哈里斯来接替他的职位 调查数据透露 民众对拜登政府的负面评价不仅仅因为其年龄和能力问题 只有25%的选民认为拜登的政策对他们的家庭有帮助 而45%的选民则认为这些政策对他们造成了负面影响 相比之下 44%的选民在回顾时认为特朗普的政策层对他们的家庭有所帮助 这样的情况显然让哈里斯的竞选之路更加艰辛 哈里斯所处的情况与历史上其他两位成功的副总统候选人截然不同 2000年的阿尔戈尔和1988年的乔治 HW不时在参选时都有着相对较高的总统支持率作为后盾 分别为60%和59% 而哈里斯则必须在一个不受欢迎的政府背景下进行竞选 这让他的任务变得异常艰巨 1988年的不时在竞选中强调政策的延续性 并在演讲中提到 在两届伟大的任期之后将会进行一次转变 然而 哈里斯目前并没有这样的优势 他的竞选团队是否会在选举的最后阶段选择与拜登保持距离 仍是不确定的 此外 米歇尔奥巴马的缺席也让哈里斯的竞选之路显得更加孤独 虽然奥巴马已开始为哈里斯助选 但米歇尔奥巴马自民主全国大会以来并未公开露面 据悉 米歇尔对安全问题表示担忧 这限制了他在选举期间的活动范围 不过 据知情人士透露 米歇尔仍计划在选举日临近时增加对哈里斯的支持活动 在这样的背景下哈里斯的竞选策略如何调整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他是否会选择与拜登保持距离或者在某些政策上展现出自己的独立性 这将影响他的选举结果 类似于1968年副总统修伯特汉弗莱在越南战争背景下所做的选择 哈里斯是否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时机和方式来与现任政府划清界限将是他能否成功的关键 在这场竞选中哈里斯不仅要面对来自共和党的挑战 还要克服来自党内的压力 民主党内部分歧和对未来不同的看法使得他的竞选之路充满不确定性 随着选举日的临近 哈里斯的每一步都将被密切关注 无论是他的政策立场还是竞选策略都将成为影响选民决策的重要因素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副总统竞选总统并非新鲜事 但在哈里斯的情况下 他面临的挑战尤其严峻 回顾戈尔和布什的例子 他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现任总统的高支持率 而哈里斯在这一方面并没有这样的优势 他需要在一个分裂的政治环境中找到自己的声音和立场 这不仅需要智慧和勇气 还需要战略上的精准 从另一角度来看 哈里斯的竞选活动也代表了一种对现任政府政策的考验 选民对拜登政府的政策反应直接影响到他们对哈里斯的接受度 因此 他的政策立场和如何在公众层面上与现任政府区别开来是至关重要的 他需要在政策和个人形象上打造出一种既能延续政府成就 又能摆脱其负面形象的平衡 在党内哈里斯也面临着来自不同派系的压力 民主党内部分歧日渐加深 各派系对未来的看法不同 这对他的竞选构成了额外的挑战 他需要团结党内不同的声音 并展示出一种能够引导美国走向未来的清晰愿景 总体而言 卡玛拉哈里斯的竞选之路充满挑战 但也充满机遇 他需要在政策策略和党内团结上做出明智的选择 以应对来自内外的压力 随着选举的临近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他的每一个动向 请大家继续收看本节目的深入探索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卡玛拉哈里斯面临的挑战虽然严峻 但这正是他展示领导力和应变能力的机会 过去的政治历史告诉我们 像阿尔 戈尔和乔治 布什这样的成功副总统 在面对困难时 都能够通过强调自己的政策和个人特色 获得选民支持 例如戈尔在2000年选举中强调环保问题 获得了年轻选民的青睐 哈里斯可以借鉴这些经验 专注于推动他所擅长的社会公正和改革议题 这样即使在不利的环境下 也有可能扭转局势 楚天书 你是不是忘了现实有多残酷 哈里斯面对的不是简单的政策差异 而是拜登政府低迷的支持率 这可是爷爷背的包袱啊 来看看数据 拜登的满意度只有43% 大部分选民认为他的政策对家庭有害 这可不是靠些漂亮话就能解决的问题 即使哈里斯试图强调自己的政策 但选民能买账吗 他们可是对整个政府失去了信任 要想在这样的背景下赢得选举 真是难如登天 谢琪琪 你的担忧是有道理的 但我们也不能忽视政治变换莫测的特性 历史上不少候选人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逆袭成功 拿1968年的修伯特·汉弗莱来说 他在越南战争的压力下最终以微小差距败选 但他利用了选举期间的谈判转机 哈里斯只要能在合适的时机选择合适的策略 尤其是如果他能巧妙地与拜登在某些议题上保持距离 或许能够获得一些摇摆选民的支持 这是个充满挑战的旅途 但也是充满可能性的冒险 楚天书 这就像指望溺水行舟 还希望峰会突然转变 你提到汉弗莱 他可最终还是输了呀 无论怎么调整策略 哈里斯的问题不仅仅是拜登的低支持率 他还面临着党内压力和共和党的猛烈攻击 而且米歇尔、奥巴马这样的支持者 也因安全问题而被迫低调 这种种因素叠加在一起 哈里斯的选举挑战几乎像是走在悬崖边缘 他要面对的 不只是政策问题 还有选民信任的巨大缺口 这可不是随便能填补的 谢琪琪说的有点道理 但不要忘了美国政治的核心 就是不确定性 选举中总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变数 或许哈里斯可以在某些突发事件中展示他的领导才能 赢得公众信任 就像约翰、肯尼迪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获得的支持一样 哈里斯的多元背景和独特视角或许正是他突破困境的秘密武器 他具备应对困难的潜力 只要能够抓住机会转危未安 这场选战还是有希望的 毕竟政治从来不会按常理出牌 楚天书 你这乐观的还真是让人羡慕 不过 政治现实不是电影剧本 即便有意外机会 哈里斯还是地面对拜登政府留下的烂摊子 他需要的不仅仅是运气 还有清晰的政策和稳定的支持 但目前看来 选民对他的信任度不高 这是个硬伤 即使有个人魅力 最终也得靠政策行得通 这场选战对他来说 更像是一场艰难的搏斗 而不是一个可以轻松突破的境地 我是评委和李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在楚天书和谢琪琪的激烈讨论中 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卡玛拉 哈里斯未来选举前景的不同观点 两者都基于各自的理论和历史参考 展现出两位变手的深思熟虑 和对美国政治现状的敏感度 楚天书在辩论中运用了历史实力 来支持哈里斯的可能性 强调其领导力和应变能力的潜力 他的论点基于历史中 一些成功的逆袭案例 试图描绘出在不立局势下的希望 然而 这种乐观的预期未必与现实相符 正只是一场充满变数的赛局 然而 楚天书似乎对哈里斯所面临的具体挑战 缺乏深入的分析 相比之下 谢琪琪的立场 则显得更加现实和务实 他用具体的数据 来描绘拜登政府的低满意度 以及选民对哈里斯的不信任 这些都是影响选举结果的关键因素 谢琪琪的观点 强调了选民对整个政府的不信任感 这种情绪并非单靠个人的魅力或政策 就能轻易扭转 他提出的党内压力和共和党的强力反击 无疑为哈里斯的选举之路增添了更多的艰难 虽然楚天书指出政治的不可预测性 但谢琪琪的强调则是在提醒我们 这种不确定性病不一定能成为哈里斯的助力 反而可能使他的政治前景更加渺茫 因此谢琪琪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更据说福利的 因为他不仅考虑到了个体的表现 还分析了整体的政治环境和选民心理 总结来说 这场辩论展现了两位变手的独到见解 楚天书的乐观主义无疑给予了哈里斯一些希望的寄托 但缺乏对实际困境的充分认识 谢琪琪则将焦点放在了现实挑战上 提供了一个更为全面和深刻的分析 最终 政治的复杂性在于 无论是个人魅力还是政策 能否赢得选民的心才是成功的关键 希望未来的辩论中 两位变手能在讨论中更深入地挖掘问题的核心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